大家好,欢迎回到NHK广东话军事频道节目,军武器,你节目主持Larry 好,这一节的世界防范消息要讲一下美国和南韩 他们在最近在中国北部沿海,即我们叫黄海的地区 进行一个大规模的演习 这个大规模的演习都可以说在COVID之后都很久没有做过 所以这次大型黄海的演习我相信是颇触目的 这次会有美国的航空母艦,或者我们说的一个叫小丽航母 尤其是以美力坚号为度 还有加拿大皇家海军,一艘我们说的护卫兰 也叫做庆祝以前的朝鲜战争韩战 这是人村登陆战役的73周年,或者抗弱战争的70周年 纪念美韩同盟 所以这个军演的未来大规模演习都应该持续过两个星期的情况 但是这个演习就这样看了,你说可以是美国和韩国 自从2019年到现在很少做这些大规模的海上演习 之前刚刚8月就做了一个很大型的月之自由为时的演习 我们经常说南韩这些春秋以制的演习很大型 这次连海上也做了,和南韩 他针对的意味,一个是北韩 大家都知道黄海有三个地方 有中国、南韩和北韩 是不是对中国的威胁意味是非常浓的呢? 所以今天也会和大家分析一下 大家记得帮忙免费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帮忙按赞支持我们,多谢大家 除了我之外还有三文铃在这里 三文你好 三文铃说起今次这个演习在黄海 其实很久没做了,我们自己最有印象 黄海最震撼的那次一定是想起小英豪那次 我记得是九几年,我记得是九四年 九四年是在克林顿的年代 克林顿的年代 其实九四年也不太好关系 大家想一想,你九四年有什么时间 第一,你当时八九六四的问题 过了不久,然后前苏联倒了 然后也说,台湾那边的政局也开始吹向 大家知道李登辉那个时代 开始就已经慢慢走向台湾 说要独立,两国论那些时间 九五年那些台海危机也都是在附近的 所以都很紧张的 当时美国,我们说小英号的战斗群 去了黄海做演习 当时中国就有一招 就是叫做反制 出了一架宋级的潜艇浮上 他想来吓死了 这个也是对美国的反潜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反思等等的东西 隔了这么多年了 中间当然也有些情况在 但是呢,今次这个时间点 出来又是,就是我们说 现在南韩和北韩有紧张 北韩有射射射射弹 又说要核试等等的东西 中国最近战狼去交那些东西 那西米丁怎么看呢? 就是他今次找美尼坚 美尼坚都虽然就说 他是一架比较小的航母 都可以叫做一个小型的航母 但是其实他小得来 他都不是可以看小的一个纜种 上面呢,都今次呢 这个规格呢,都是正式的 就是你看到小型航母的规格 就出来的 是啊,那大家看看这个消息 其实关键字在哪呢 关键字就是在黄海这里 黄海来北京很近的 黄海再进一点就是滑海 接着到天津大沽沽 就是当年英法联军 最喜欢在那些位置登陆的 今次这个演习呢 就是时间点 其实有点敏感的 因为8月底那时候 美国佬已经和韩国做过 就是主要是陆军方面的演习 那次叫做 《月之自由卫士》 8月21日做了11日的 那都很大规模 就是检验韩国 本身应对朝鲜这个战事的话呢 韩国怎样可以打赢全面战争呢 他们说韩国三军 和韩国陆战队呢 少到排 少到普通大到一个旅级都有参加 所以那个呢 所以那个呢 就应该是帮韩国 对抗朝鲜的演习来的 那现在无端端就海空军去黄海呢 大家都知道 就是对着是谁了 那大家记得8月那时候 还没有在Camp Day开封会的 接着说搞亚太弹的北弱 这个都是亚太弹的北弱的成立军演 差不多 所以就这次的规模呢 都挺夸张的 就是突然间有做过这样的军演 那虽然啦 大家看到呢 就没有Ronald Reagan就没有来到 因为呢 就是我们说 列根很多过码例呢 说那个规模就大得太 一个小小的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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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根号 是的 如果高佬辉过来 会吓死金肥仔 他又要躲起来 2017年我记得是Donald Trump Donald Trump上台之后 有一次三架航母在附近 买到他躲起来 以为真的要砍他 我们因为呢 国际传媒吹得很行 那时候说斩首 就是说呢 如果斩首任务呢 出了三架航母 接着他那时候呢 还要吓他 吓什么呢 说Navy Sill呢 不停在南韩那里做着演习 做着斩首演习 吓到他 大哥你用不用 真的打算踢回他 那时候 吓死金大元帅 那时候 后来你发觉都很成功 最后都以战逼和 就是呢 他这样的情况之下 最后就都肯和Donald Trump 谈了 历史性对话 那都是一个 都算是一个 其中一个战略来的 这个位置 但是你中国不同 就是中国大很多 所以在黄海音做军事 我觉得他未免 是否都要看一看北京的情况 因为你今次都 真的如果你这样 上面还有一架F35B 那F35B 大家都知道什么跟量的了 就是他明显第一 就是那个隐形战机 还有呢 其实未必有大家 就是你说在其他网台 或者其他KOL 都说得那么神 不知道三饼有没有听 其他KOL都会说 哇 这个隐形战机 真的飞到北京 你都看不到 其实就不会有这些事的 如果你真的飞到北京 是一定会看到的 这架飞机 它隐形的情况 不是隐形到 在你头顶里都看不到 不是那种隐形 其实它意思是说 它是延缓了你去 偵察到它的距离 就算你飞到大概30公里左右 你一定会看到它的 你一定会看到的 你没可能会看到它的 你一定会知道 这架应该都是F35的了 但是当然 你如果被它踩到30公里 你应该死了九尺左右 因为它可以扔很多炸弹 扔很多飞弹 大概都是滑墙的 你80至100公里 都会到你那里了 所以其实F35 就没说那么夸张 就算出动了所有F35 都是六架的 这次看那个规模 其实都算是和平时代的格式 应该是标准设备 就是它经常说它是闪电 就是我们叫它慢到 慢到一只龟的闪电航母 它这艘闪电航母 它平时标准配面就是六架F35 接着带了一堆移鹰 一堆直升机 那真的做航母来用就是20架的 上次它有一次试过 就是试一下究竟出勤都可以 你的后勤能不能跟得上 那看来不是很好 其实实在是比较逼的 那四架你自己防空没搞定 都没说出去 比如北京 不要玩了 北京天津那些防空网 应该是最密的 但是即使是这么说 那当然会紧张的 这个相当于什么 你试一下买一架线20 在Vancouver那头 看看美国西国会不会拆掉 人都害怕 哪知道你想做什么 特别F35大家都知道 它最强的是电子战 是战场态势的感知 他又想在那里 打一下电池信号 又在那里偷偷偷偷偷偷偷 试一下防空网 所以这个是有点敏感的 我相信也都是 美国佬计过他的音质数 他觉得 派高佬辉好像高尖那些 会不会拆枪走火 算了 派美国队长也好 美国队长说到尾 他都可以跟我说 这艘是两棲艦来的 这艘不是航母 这艘只不过是带着 垂直起飞的 第五代隐形战机的两棲艦 都有些走站位 所以有点敏感的 特别是大家都知道 中美现在的关系越来越不好 周围时 在南海那边的磨擦也都越来越深 美国佬也有很多其他小动作 我们会提到的 所以这次军演都 他们都说是不针对第三方 没有人相信的 这个说法 因为其实所有演习都一定是有针对意味的 就是我们想 因为就算我当你不是政治针对 你都一定是战斗上你要有个假想敌的 这个假想敌就是你要针对 老实说 现在的假想敌肯定不是苏联红军的海军 不是说俄罗斯的太平洋艦队 都很明显是太平洋的战略就是中国海军 所以就算不是为了南韩 美韩那种联合去对 都是对中国的了 北韩的海军 我想都不值得了 虽然最近北韩有一只新的护衛男 是落水的 我亦都觉得给我们的惊喜 是他那种现代化的感觉 我觉得有些像是俄罗斯突然给了他技术 他给了一些新型的护衛男 话笑 是 那手仪和美国佬那些大飞LC 你觉得是谁会赢的 如果以操控的熟练度来算 海上除了介绎劲之外 你都要懂得应变 那我想是没得逗的 说实话北韩的人会不会游泳的 那些海军好像没什么可 你看到 我看不看游泳 暴操都未必有时间做 营养都不够 会不会温船浪的 他们出海 我是有点担心 我真的没什么可见到他们的海军 他们潜艇是有的 但是他们的潜艇很小的 我们经常说那些特战部队那些 里面的人一上岸就立刻抓个日本厨师回来 抓个日本导演回来拍戏 那些 就不是真的拿来打仗 我们就这样说 所以就不要差太远了 所以其实你说这次是否针对中国 我想都一定是 那他上一次 你说在黄海 就没有说到小英号那么久了 上一次就应该是2013年 那2013年那时就是 George Washington 那时都还没剩大修 那时我们说国富豪 那时仍然是 那时就不是Ronald Reagan CVN76 那时是CVN73 那时是华盛顿号 那时就参加了联合演习 那时就参加了联合演习 所以这次就是Ronald Reagan 那将来国富很快 2025年可以回来 但是下一转 2025年回来 那转华盛顿号 就不是开玩笑 他上面是JF35C 他可能取代高鲁辉 变成新一代的蜜蜂斗 你试试很近面 每天躲下头 又是被人操作爆了 因为他中期大修元 那你想想 那动力龙是新的 上面的科技又是升级了 起码都去到高鲁辉级数 那有些就做不到的 但是问题是他上到F35C 那他回来的时候 都一定会大F35C 一定会 那所以他一上F35C 那到时就不是 现在你看到 只有大概四架 五架六架的F35B 这种美利坚级 一上一个中队 再加其他电战机等等的组合 那战力我想都大几倍 所以是比较夸张的一件事 那他进入黄海 另一件事 因为进黄海 我们经常说 黄海为什么这么有趣 因为黄海是一个很浅窄的海 很小的 大家看到它 东西的距离拉拉很小 那整个黄海 大概是40万平方公里不到的一个地方 所以其实就很小很窄 韩武进去 我也觉得很空险 因为它很小 而且它很浅 很浅水 那你真的走远 我都怕它割浅 我真的觉得 有时候我想 清岛作为那个山东号 sorry 作为这个辽宁号 那个没有说 其实我觉得 都要小心点走 走到附近的浅摊性 都很危险 所以黄海我觉得 不是一个有善的海域 无论 你说从三国之间的关系 和它本身的地理因素 黄海也不是一个正常的驻军 或者是做敌对的时候大战 一个好的地方 也不是的 还有大家要知道黄海很大 虽然黄海很小 但是它覆盖的范围 其实是 比如说你差不多可以去到 上海对上一些去到 巡王岛那头 去到大廉 去到丹东 那你不知道它在哪里演出 可以到大廉 和威海 去到渤海 去到渤海 大家知道以前 大姑炮台就是那一套 所以对天津 北京是很近的 所以 为什么美国佬 不大肆宣扬这件事 和只是派 美国队长号 都是不想搞太大事 但是 暗瓦底 它是偷偷地鸡的 大家要知道 韩国沙特 这些军演 上个星期 他还会嫁人一些 做演習 都是偷偷的 一些一些 像香腸那样 滲着 威胁我们偉大的祖国 其实 沙特那件事 是最夸张的 沙特就说 防朝鲜 我觉得到时 雷达 对着中国那边 会多些时间抗争 你用不着 放这么厉害的东西 在那里 朝鲜那些 朝鲜那些 法式全世界都探测得到的 你用不着放这么厉害的 所以 大家都知道 美国拉罗欽十 这些要看清 帝国主义的嘴链 我真是想说黄海 他放在你的烟塘 或者大连中间 都是黄海 那里到北京直线距离 不够300公里 很近 完全难 但是 黄海的潜艇 一定进不来 很难 因为真的很窄 很窄 为什么呢 上次偷鸡 上次偷鸡用送给 其实都是柴片潜艇 那是OK的 其实它摆明是瀑离 它是一个 我们经常说 那些 海藏一些的 洞洞洞洞洞洞洞 那里瀑离 它本身就沉在那里 正守株待土 对 所以就不可能 我明知你 我明知你 我就在那里睡一星期 你真的探测不够 很难 真的很难 在这些纳闭那里 还有它蹲你大概 都是五至七天 都很极限的 那时候 一星期就在那里睡 是啊 就是在那蹲 那差不多就浮上来 吓你 因为它的问题 大家知道 这些柴电潜艇 它追不到你的航母 没有办法追到你的 所以它一定是捕你的 就是玩柴电 最好的战术就是捕你的 还有要有主场之利 不是的 不是的 追到美国队长浩文职劇 哦 哈哈哈 只顶着那二十字 还要追到那么多 很难的 就是以柴电线 开十多节而已 它开到二十字都可以 转到没电 哈哈哈 而且太吵了 一个